建立範圍名稱 再來郵遞區號 由小到大 所以要先做一個排序 由小到大 然後 再把 地址中的姓名 郵遞區號 複製到另外我們增加一個什麼 列印地址的一個工作表 然後分別把這些東西放過去 那最後的話要合併什麼 合併所有地址 那這邊有個提示請用什麼 if 把它做出來 所以呢 也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這邊有個列印地址 那列印地址就是先在這邊 新增一個工作表 請把這個地方改成叫做 列印地址 那這個列印地址呢 再把什麼呢 再把這兩個欄位 這兩個欄位 把它複製起來 兩欄然後複製到這兩欄 把它貼上去 那接下來的話呢 再把這個裡面的這些相關的資料 要把它變到這邊來 要把它變到這邊來 就是我要的地址 是一個完整的地址 而不是分隔開來的地址 那第三個 這個 利用if跟isblank 做出來 首先的話 它題目也要求啦 先用郵遞區號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先把郵遞區號這部分呢 先把它做什麼 資料裡面的一個排序 郵遞區號 我會建一個列印地址 那把它怎麼樣呢 貼上 那我剛剛是這個 那把它貼上這個 這個是剛剛做的 我把這個先 delete 掉 重來一下 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那我就這邊的話呢 就會有兩個 等一下再一次 這邊先排序 然後把這兩欄選擇 Ctrl 向下 Ctrl C 這邊的話呢 Ctrl V 貼上就好了 那這邊的話呢 我需要怎麼樣呢 需要再一個 加上一個所謂的